关心股市消息台股上周大跌了531点 那早上开盘呢已经跌到了4000点 这一状况我们马上联系给记者黄淑文来告诉大家 淑文请说 好 谢谢主播 观众 这个台股上周大跌531点 那今天开盘呢其实是以700026点下跌20点来看 但是今天盘面现在可以看到已经跌破了7000点 现在目前的指数来到6979点 是下跌了 现在已经下跌了71点 那么其实分析师就说现在今天这个短盘空间不大 期间200点就会有反压 那么下挡10年线 那么10年线大约的位置是在6680点左右 那么现在的大盘指数呢是下跌了74点 那么其实这个短期的电子股 渴望是盘面的这个短多的主流股 那么其实今天可以看到股王大力光呢 上周五收盘的时候是在713块 那么现在它其实已经下跌了36元 来到了677元 那么跟它角逐的这个宏达店呢 它现在也是下跌了4块钱 来到了675元的位置 而且做这个苹果概念股的这个可乘 它现在的价位上周五是收在164元 但是现在下跌了80元 也只有来到156元的位置 那么其实台股从今天的波段高点 9000多点开始一路跌到现在的这个 6000多点 其实6680点是近期的强力支撑区 那么不过今天到底有没有可能继续 站稳7000点呢 今天由于前波的这个7148点跟7186点 已经是跌破了全冲防线了 那么今天就要看这个量能有没有办法继续站稳 才有办法突破这个7000点 那么现在目前的最新价位 我们再给你重复一次 是6955点 已经跌破了91点 那么现在已经回升 差不多跌到88点左右 那就要看今天的量能 才有办法继续站稳7000点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 先把时间还给彭林直播